双齐了暖速时间百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 脆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说到啃老这个问题有人这么说 不是我们想啃老 是当今这个社会让人不得不啃老 谁又想啃老呢 还不是现在物价飞涨 房价高的离谱 财力也高得要死 年轻人本来就没有什么钱 靠自己一辈子都讨不上媳妇 买不上房 不啃老怎么办呢 但每个人都把这个当作理由 习惯性的觉得这很正常 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但有了如此轻松变静的方法 谁又会想着努力去绕远路呢 再次提醒各位一句 靠自己终生受益 远离所谓的捷径 啃老与堕落进一步自咬 林玉的小叔子八九年出生 今年需31岁 你真的很难想象 一个这么大的人 到现在竟然没怎么上过班 父母辛辛苦苦帮小叔子 找过好几分 大约还算不错的好工作 但小叔子不是嫌累 就是嫌同事们出不好 没干几天就自己吵了老板的忧郁 当第五次工作宣告失败之后 林玉的公婆也死心了 不再积极地帮忙张罗了 反正小儿子不领情 父母再怎么使劲也是白搭 但一连几个月 小叔子整天在家里打游戏 也不出门 公婆又开始着急了 那个时候 林玉刚嫁进婆家没几年 听到公婆打电话给老公 商量小叔子的事情 林玉在旁边仔细听了一会儿 你弟弟总躺在家里 不是一个事儿 他不愿意上班 是因为他还小不懂事儿 干脆给他讨个媳妇管管他 当时林玉是挺杂舌的 不知道公婆的脑回路是咋想的 一个不工作的男人 哪有女孩愿意嫁给他呀 嫁给小叔子那样的男人 就是打着灯笼去厕所 未来堪忧啊 但是没有想到 是真的还找到了 但女家要求很明确 全款买车 否则不嫁 小叔子总算是结婚之后 还算是老实了一段时间 还找了一个行职 当当差 每个月拿着不到3000块钱的工资 还把父母叫去给他们做饭 菜钱一样父母倒贴 说到这里林玉还撇了撇嘴 他们两口子工资都是半斤八两 那点钱从来不知道存 每个月都是花光光 从来不知道给公婆买一件衣裳 公婆不委屈 我都替他们憋屈 帮他们洗衣服脱地买菜做饭的 这两口子 过日子比谁都舒坦 当然公婆乐意我也管不着 毕竟是周遇打黄盖的事儿 别人管不着 但就在一个月前 公婆造访林玉家 说是来看看自己的大孙子 似乎是想找大儿子有事儿 但碰巧那天 林玉老公单位有事儿 林玉是加班不在家 公婆醉翁之意不在酒 林玉看出来却没有说破 陪着公婆闲聊了一会儿 婆婆扭捏地从怀里 掏出两本存者来 交到林玉的手上 婆婆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小玉啊 这是我们老两口的存者 里面不剩多少钱了 你帮我们保管着吧 我们两口子现在年龄大了 记性不好怕弄丢 就想着让你们帮我们保管着 没别的事儿 就这么点小事情 刚开始林玉也没想多 就硬了身 当着公婆的面 把存者往床头柜一塞 但公婆却面露难色 玉啊 你藏好点 别被人发现了就不好了 我们俩这点钱可都在这里了 林玉答应了公婆 等丈夫回家之后 就一起藏到隐蔽的地方 不会被别人发现的 公婆这才放心下来 没多久就走了 公婆走后没多久 林玉翻开存着一看大吃一惊 老两口一个月养老金 两千多块钱 一个月也就将近四千 加上这么多年的积蓄 她和老公逢年过节 给点红包 所以总共加起来 少说意的十来万把 结果只有不到一万块钱 接后公婆神色慌张的来 又行色匆匆的走 林玉想明白 这钱到底去了哪里 而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 公婆又为何在这个时候 又要把存者藏起来呢 小玉猜不透 但没过几天 小玉就明白了 这天周末贵客登忙 向来都是无事不登 三宝店的小叔子来了 客套了没几句 小叔子就切入了正题 哥哥嫂子 我这车已经旧了 都开了五年了 也该换个新的了 我想让我爸妈给我换辆车 他们愣说没钱 不幸让我自己翻 我估摸着他们应该是 把钱交给你们了吧 爸妈太不厚道了 你们这么有钱 还要把钱给你们 我家里穷得要命 也不知道多普贴补贴我 还把钱藏起来太见歪了 小叔子叙叙叙叙 说了很多 意思是想换辆好车 林玉眼看着丈夫的脸 变得铁青 赶忙先插话了 小叔子话可不怎么这么说 爸妈的存者是在我这里了 但他们确实没多少钱了 你不信我可以拿给你看 根本不够给你换车的 你还是先将就着吧 自己赚到钱再买 小叔子根本看也不看 林玉亲密的说道 我不信我爸妈没钱 再说了我爸妈没钱 不还有我哥呢吗 我哥可不会不管我 林玉看着小叔子那副 小人的模样 火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他打了个电话 直接把公婆叫了过来 当着公婆和老公的面 预指着小叔子鼻子 骂了起来 小叔子你要换车 按时我老公做什么 你没脸啃老 该啃兄弟了 你还要脸吗 你知道不知道 你把爸妈关才本都啃没了 爸妈那点养老金 全让你给祸祸了 老两口辛苦了一辈子 全投资在你身上了 你大哥上了大学以后 就请公检学 他懂得锐意进去 凭借自己努力 和我两个人 摆了自己的房 自己结了婚 可你呢 你就知道啃老 就知道喝爸妈的血 你快醒一醒吧 睁开眼睛看看 你爸妈头发都快摆完了 经不起你折腾了 话锋一转零 又开始说起了公婆 把这些年自己眼中 公婆的辛苦都说了出来 最后加了一句 你们惯的好儿子 越惯越废 林玉说完之后 小叔子意外的没有顶嘴 沉默了一会儿 很快就走了 最近几天都没有再提 要换车的事情 据说是放弃了换车的念头 似乎是把林玉的话 听了进去 林玉最后对我说到 也不知道他听进去了多少 希望他迷途知返 别再啃老了 毕竟我也管不了 他这么大的成年人 必须得他自己想通了才行 林玉的小叔子 正是习惯性啃老的反面典型 林玉的老公 作为家中的老大 从没有让家里操心 也没有伸手 问家里要过一分多余的钱 就连林玉和老公结婚 猜了以前 都是两人自己攒下来的 房子一样 是凭借夫妻二能努力取得 而小叔子从小到大 虽然没有到不学无术的地步 但也是不务正业 只知道贪图享乐的公子哥 明明家里没有那么有钱 花钱却阔绰地像个富二代 娶个媳妇买车买房都是老两口倒贴 差点就逼得老人无处可去 还是作为大哥的林玉老公 掏钱资助了一部分 讲道理 如果按照大众的说法 买车买房是年轻人的刚需 年轻人无力承担 那么林玉夫妇 就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自力根深的代表 并不是所有年轻人都应该很废彩 他们都应该很励志很努力 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直到收获硕果累累 即便是宽容一些容忍刚需啃老 但弟弟还是一副不知所谓的样子 根本不懂得满足 也不懂得感恩 理直气壮地索要老人的养老钱换好车 软硬兼施未果后 又打起了大哥的主意 啃父母的老不够 还要啃兄弟理所当然的各种耍泼皮 这样的小叔子也就是林玉这位 敢说敢做不留情面的大嫂能挣得住了 林玉的话虽然难听 但却字字珠奇 并不是在恐吓和嘲讽小叔子 意图是在骂醒这个即将把自己做废掉的小叔子 虽然林玉话里话外再说了公婆的教育问题 但更多的也是让在一旁听着的小叔子 懂得父母这些年为自己的付出并非轻松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的吗 哪有什么岁月安好 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罢了 希望林玉的话能够点心小叔子 好好孝顺自己的父母 尊敬兄长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或许啃老可以被原谅 但没有感恩之心 却绝不可以被宽恕 如果人没有感恩之心 说白了就是丧良心 就像东郭先生的狼永远都养不熟 正如林玉所说的那样 在家有亲人宠你 可在这个社会上 没人会对你 优待 更没有捷径可走 父母不在了 习惯性伸手的啃老祖 迟早就会把自己给饿死 与其自断后路不如从现在开始 独立进去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 你有什么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